2020年美国纽约艺术指导协会设计竞赛 今日入幕 亚洲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 16名学生分别以6件作品参赛 共夺下了一斤两桶和三项的游异奖 表现非常亮眼 基础办单位合计的积分计算 亚洲大学以此成绩位居全球第13名 全台第一名相当不简单 亚洲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学生 近日参加了今年美国纽约艺术指导系会设计竞赛 6件作品获得了一斤二桶和三项的游异奖 合计积分亚洲大学更名列全球第13名 全台第一名表现相当亮眼 我们训练学生大概概念基本上都在课堂上是10座 那像今年这个金奖的豆品基本上是帮厂商做的部分 然后其他的部分是他们去发掘题目来做的部分 那在训练部分就是由任何老师在课堂上 或课后去做一些训练 课堂上做训练课后做指导 然后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会把这些好的作品积了起来参加比赛 那我们就是每年这样的训练方法 透过系上跟学校的一些形单对合作 所以学生可以到全世界去比赛 所以我们持续这样的努力 希望我们比较多大学视传系 能够为学校争取更多更多的很好的成绩 小邦表示平时在训练时 会持续的让学生在课堂上实作 并在课后协助指导 再利用日常累积的作品协助学生参加比赛 而作品不仅种类相当多元 创意设计内容也别具巧思 编织的时候基本上就是 它是透过金线跟尾线去教织出所谓的织带 那织带的话就是刚好是这个织带头的造型 来提倡在地的一个算是地方创生 这次我们主要做的是居家照顾这个议题 那我们希望可以帮助这些照顾者在照顾上面有更方便的使用 所以我们这次总共有像书的部分 或是像这个是失智的辅具 然后包括我们有做到像APP的部分 那希望这三个东西就是让照顾者在使用上面一起用后会更方便 口红的精品的包装设计 很多的口红的品牌都是偏向西方的 所以我们想做一个东方 但是又不要那么的传统就是一个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感觉 小邦表示纽约艺术指导协会设计竞赛有设计界的奥斯卡称号 今年迈入了第99届是全球广告与设计界公认 最具代表性的专业设计奖项 而学生获奖对未来就业升学相当有注意 未来也会持续的协助学生增加就业竞争力 VDV中毒新闻 正路易采访报道